你可能会有紧张压力 这是不是一个软弱 你就会不会告诉耶稣 或者你知不知道 你做到一件事情 你明明冷 可是做到冷却走不过去 我还记得 在修飞机的一个过程 整家飞机拆得干干净净 所有的内在的东西都拆光了 远处有另外一个 修部在那边 他还在乒乒乓乓修 修到一半 突然就坑坑 把工具就甩下去了 三支筋 五支筋 六支筋 全都出来了 我就说主耶稣求你帮助他 他真的很努力 但是 你要不要修修到最后 就把工具丢下来 他说哇 主啊就有连理 我们整家飞机上就一个站远处 一个在这里 那我也遇到修这个东西看 这个东西 看过从来没修过 主啊这怎么办 想想看所有学到的东西 那我就在说主啊 真的是 这次我都软了 我从来没修过 但我知道你们 因为你给我们有头脑去思想 所以我看着 然后神给我有开始敏感说 从这里开始 试试看这样 OK 清干净 从这里开始 把不好的东西割掉 割掉 从这里开始 补一开补补 然后从这里开始在街上 锚钉 最后弄完了 然后分析完了 没有分析以前先QA来检查 看可以通过了 所以我知道耶稣是可以在我的工作 我不能的地方 我可以告诉耶稣 然后耶稣是可以在那里 给我灵感 祂只叫我怎么去进行 但是你愿意承认 在你办不到的事情 你觉得罪能 可是你既然办不到 你要怎么办 你愿不愿意 我们做父母的特别讲 问你有没有承认 你不知道怎么教的 很诚实的人也会说不 不是 不承认 不承认就是毁 承认就完蛋了 所以问你 教这孩子 他小的时候 什么都听 所以什么都毁 慢慢长 听了 不照着去做 你就开始不知道怎么办 后来你讲了他也不听 后来 你说了 都有道理 他觉得没道理 再上去 他觉得他讲的比你还有道理 结果你听了 觉得怎么会是这种道理 对不对 这孩子一天长大 那有一天 他觉得你一点都没有道理 那时候你还说 请你多照顾 对不对 所以这是我们不断不断的改变 但是你有没有机会 真的知道自己需要改变 或自己办不到 真正智慧的人 知道什么自己办不到 知道什么地方真的是需要 在那里告诉耶稣 这是感恩的韵律 你这样就会真知道怎么感恩的 因为你知道你什么地方很需要 对不对 所以他现在告诉你了 这拿几个方向 我坦白说这讲的每一个字 谁会说感恩节的时候想讲这些东西 对不对 这每一个什么 哎呀这些东西真是讲了都火鸡吃不下 对不对 但是我跟你说就是在这些 今年你回头看一下 如果真的说有感恩的情况 你真的感恩的想把火鸡都吃完 是因为这样的迷过 软弱 凌辱 急难 逼迫 困难 可是 保罗他可以经验到 虽然他身体有软弱 可是他知道 就算他身体软弱的神 依然带着他去到很多城市 依然建造了教会 在困苦 在这些过程中 因为耶稣的缘故 记住 这些的历程是因为耶稣 他有软弱 凌辱 急难 逼迫 困苦 有这样的情况 这是描述 这是描述内心的 那其实就是描述内心的 内心中你觉得有人 你感觉自己有些很弱的 虚弱 我们称为虚弱 或觉得办不到 那是我的短处 那是我的短相 或者你觉得有人在 看不起你 insult 或者觉得你办不到 人家说你就办不到 换人 这是一种insult 或者你觉得harsh 哎呀怎么这么难啊 其他人都没有这么 就在我身上了 或者你觉得 persecution 莫名的 你明明做的是对的 怎么会别人说都怪你 你做错你做错 对不对 或者是遇到很困难 或者是没办法突破的一个 一些事件跟环境 你看现在在美国也好 在其他海外很多的困难正在进行 那这时候其实带我们思想一下 如果我们遭遇这些的时候 如果是为了耶稣的缘故 为了耶稣的缘故 这样我们思想 是不是因为耶稣 或者因为耶稣有发生的事情 就带我们到下一个部分 如果是因为耶稣的缘故 又回到刚刚的院内的过程 你可以在那五样的当中 可以告诉耶稣 耶稣就会在那里 使你经历到祂的能力 可以帮助你来走过去 所以祂可以做这样的夸口 或祂可以这样的宣告 祂说出因我什么时候软弱 什么时候就更强了 你没有经过到那样刚说的软弱 你很难体会到它怎么样 帮助你刚强起来再说 对不对 我们很多人都是在感恩节在想 这个火鸡吃不完怎么办 或菜饭太多吃不完怎么办 对不对 但我跟你讲 你有没有饿过肚子的时候 当你有饿过肚子 你开始体会到吃饱是什么感受 就是你经验到软弱 你学会让耶稣基督 在你不能的那个地方 使你因着祂而能 开始就明白 这就是恩典 所以 哥罗斯七书二章六到七节 这里给我们一个话语 再次勉励我们 我们一起来读好吗 一二三期 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 就当遵祂而行 在祂里面生根建造 信心坚固 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 感谢的心也更增长 OK 我们刚明白这个韵律 那我们怎么样尊祂而行 那我们怎么样尊祂而行 祂会在我们生命中 开始用圣经的真理 借着我们尊行祂 建造我们 你不断的经验到祂的恩典的韵律 你的信心越来越进入 而且我们领受真理必须有实际的行动 你才会有成长 感谢的心会增长 感谢不是停在一个层次 会不断的增长 最后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十二项的挑战 第一 为一家人献上感恩的祷告 这很简单对不对 我们从游前入神这很简单 为一家人献上感恩的祷告 这很简单对不对 今天就办得到 这可能是 就是说感谢耶稣让我们团聚 感谢耶稣过了一年了 对不对 好 接下来呢 与一个人推向的感恩见证 这有点挑战 就是这个人如果 不认谁怎么办 没关系 你就讲讲今天有什么感恩的事 然后可以提一下 因为我认识神 所以感谢神 今天我生了一场病 可是虽然满恩过很痛苦 可是神怎么帮助我走过来 有些人的陪伴 这个是你说出来一个感恩的故事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挑战 第三 鼓励一个人向神感恩 或有人分享感恩的事 对不对 同时也许大家一起去感恩结果 今天会怎么样 有没有什么感谢事 这个就是你帮助别人 能够来经验到一个感恩的勇趣 OK 第四 越来越难 思考在某一个困难中神的恩典 如何隐藏在其中 换句话说 这个叫做 好的东西藏在一个隐藏的里面 或掩盖的 就是the hidden blessing 可能你原本正要去很高兴的 突然生了一个病 怎么会是这样 真不爽 后来你才发现 哦 因为生了病没去 结果 这就是一个隐藏 对不对 你本来想 哇这份好工作 我要跳进去 结果突然 没进去 那你说 这个到底是好事 不知道 就后来你发现 哦还有另外一份的工作 可能更合适 那我说这个可能就是一个 你思考一下 你生活中不顺的 却没有什么隐藏的好处 第五 探访一个人 慰问他 这个大概也不能 去看一个朋友 看一个有需要的人 对不对 第六 送一份简单的礼物 希望不是很大的一只火鸡 那有点困难 简单 有意义的 第七 原谅一个人 哦 这有点困难 想一想 感恩这时刻 最好的礼物 原谅一个人 这不错 火鸡吃得更香甜 第八 欢迎一个人 诶 感恩这些时候 很多人在那边游来游去 不是每个人都有家 对不对 不是每个人都觉得是家 诶 欢迎一个人 跟他一起过 第九 这个容易 以前有家朋友吃顿饭 太容易 下一个挑战 降低一种偏好 这什么意思 这意思是说 我会发给大家 我们在那边过得 越来越富裕的时候 我们的品位 越来越高 这当然没有什么不好 有一天会到神的家那边 所有的衣服啊 所有住的啊 都是宇宙级的 就是永永远远 不会坏 不会烂 不会有虫咬 不会那些的 所以你的品位 当然会越来越高 但是你想一下 如果你感谢神 你愿不愿 因为感恩的缘故 降低一下 你的喜好的选择 为的是 让你的心 缺的过一个简附 感恩的事情 OK 例如说 你都要吃五星级的 没错 这品位很好 但是为了神 我可以吃三星的 我不是只辣胃 是水准而已 要不然辣死了 对不对 十一 这也很好 跟孩子讲一个 关于感恩的故事 我是真的故事 不是别人的故事 也可以 然后读一段感恩的经文 让孩子们开始认识 最后一个 带领全家向神 献上甘心乐意的奉献 无论是金钱的奉献 或者是你的时间的奉献 这是一个感恩的过程 所以我们后面有奉献箱 如果你有感恩的奉献 可以投入来 好我们时间到了 如果你觉得这十二点 对你有帮助 我后面已经运出来了 这叫十二项感恩的挑战 中文英文 繁体经体都有 自己取用 好 那次会帮我们谈情 我们预备回应一下 今天的信息 好吗 我做个祷告 我们来回应神的 爱我的主耶稣 谢谢你 因为你来就是表明 神对我的爱 有恩典 主在这个感恩的季节 我们真是很开心 可以一起过 也一起享用饮食 主愿主 使我们能够明白感恩的韵律 就是认识到 其实在软弱的上面 如果我向你承认 可以在能经验到你的能力 也愿意我把这样的韵律活出来 把这样的恩典分给天 谢谢你 我们将祷告赴耶稣基督圣明 阿们 好不好我们一起洗礼 我们来唱这个 你爱的不便 你丢出宝雪 洗净我无悔 将我的生命赎回 你毁了我的罪 起身又不悔 先命你几大恩典 我深深体会 你爱的宝贵 仙搜突 asc用最坚 我深精无极磊 我深厉所持练 愿刚强壮但永远不后退 哦 离爱永不远 从今直到永远 深深交换我心天 花天宣布地转 尽上海里长天 都不能叫我与你爱个决 天宣布地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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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纪或无悔 将我的生命守回 你为了我的罪 其身永不悔 千里你记得爱 我心疼体会 你爱的宝贵 献上自己永醉 我心疼体会 我心疼或是别 愿刚强壮但永远不后退 哦 你爱永不远 从今直到永远 深深交换我心天 花天宣布地转 尽上海里长天 都不能叫我与你爱个决 我天宣布地转 我天宣布地转 尽上海里长天 都不能叫我与你爱个决 天宣布地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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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到世界上走过这一生 在一个谦卑的心中 你顺服 顺服佛善的主意 好让我们知道在谦卑顺服中 可以走完人的一生 当你过世的时候 罗马的历史没有记载你 主啊只有在教会的历史 只有在信靠你的人的当中 说了你所做的 写成圣经 成为我们今天信仰的更新 主你成为我们的榜样 的确 你真实的依靠父神 你说你若非看见父神所做的 你一样都不能做 你若非听见父神所说的 你也不说任何的话 恳求你让我们感恩的当中 学会跟着耶稣 承认我需要耶稣 这是感恩的开始 承认我身体上有软弱的地方 承认在关系上我需要耶稣 工作上家庭关系 生活上我需要它 好叫我能经验到 它的能力 能够在我需要 我承认就显示出 它的能力 可以完全的覆盖 供应 保护 改变 让我成为一个新的人 谢谢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与交通 与我们每一位同在 直到主耶稣基督 再来的日子 阿们 阿们 感谢主 我们今天聚会到这里 告一个段落 我们特别招待了同工们 为我们预备了丰富的点心 让我们有一些机会 分享交谈 愿你过一个美好的感恩节